神经退化疾病像是剑洞人发病速度快 花莲茨基医学中心研究团队花费五年时间研发 并且与生剂公司合作 目前药品已经通过检验分析 近期将申请美国FDA与台湾TFDA进行试验性新药登记 结合剑洞人的绣球干细胞 还有剑洞人的脂肪干细胞来帮忙 他们的神经能够再生 不要退化 希望他们的不管吞咽讲话手脚的运动 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再变好 慈吉科技大学将红梨从果实延伸到全株都可使用 也开发出许多产品像是茶包 精力汤等等 那主要是它也有很多人体无法合成的必须胺基酸 像离胺酸 主胺酸这些等等这样子 那它对于抗发炎也有很好的效果 师生从红梨精中萃取出活性物质 能促进细胞生长 经过研发后能运用在生医美妆 从红梨精上萃取的红梨亚点干细胞 它培养出来的生物活性纤维 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组织的修复 此刻大爷辅导尼泊特风灾的农民 不只提供土地种植红梨 也帮助他们产品研发与行销 协助产业转型 大爷新闻花莲综合报道